在特里亚宾时刻 天空居然出现了一个陨石 慢慢你要眼神神看到就要撞击了 没想到后面一个力量 把他给在空中摧毁 没有想到西伯利亚从此之后 就不断地有陨石拜访 保险现在的状况 感觉全球都起了一个幽浮的骚动 我们接下来讲的三则新闻 都是发现在一周之内 全世界各地突然之间出现了 大量的幽浮目击事件 一周之内 是 保洁 你看 你说这是陨石 但是这一个是12月6号的陨石事件 但实际上你看画面的时候 你会觉得奇怪 这个陨石的状况 跟你所知道的所谓陨石不太一样 第一个 它留下了大量的火焰 而且一整条划过天际 第二个 它的爆炸 它并没有被目击到爆炸 但是发出非常剧烈的轰然声响 很像是巨大的引擎声 就当那个亮 对 而且据说原来这个房子 在这种陨石划过状况下 连房子都开始震动 而且一路 不不看 天空白还是黑的 是 在陨石过去了以后 整个天都变亮了 对 而且他们只是说 我们可能找到了 疑似陨石的遗迹 你看天白还黑的 这样过去就亮了 在这么亮 这么巨大的火球 划过去撞下 你觉得落到地面会没有陨石坑吗 结果没有 但实际上找不到 实际上他们只是找到了 类似陨石的石头 我刚刚看到那样的亮光 结果是陨石带来的光 所以很多人讲说 我们认为这个不是陨石 这很有可能是幽浮才会这么亮 所以没有任何陨石坑 没有任何痕迹 但他的震动跟声音 又大到房子会摇晃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现在没有人知道 真的假的 但还没完 又在这个礼拜 12月6号同样的时间 土耳其 他的推特 你知道土耳其人很疯 推特 忽然之间多了一个hashtag 也就是多了一个记号 叫 UFO attack Turkey 幽浮攻击土耳其 太夸张了吧 真的 不是 因为他有几千个军民 他说我在晚上看到一堆 UFO在天空飞来飞去 而且找不到任何理由 宝洁你看 随便抓到的都是一群UFO 三到四组在这边飞行 都是这个样子 而且更重要的是 大家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因为它完全不像任何机翼的组合 它会形状会变来变去 角度会改变 所以这几千个人疯了 上推特赶快讲说 UFO attack Turkey UFO攻击土耳其 而且还有影片 还有照片 我跟你讲 更妙的就是 你觉得这样已经很夸张 几千个人募集 这事情应该闹回大 对不对 一个小时之内 这个hashtag全部消失不见 为什么 你找不到所有相关贴文 所有相关贴文被删除了 而且不知道是谁 因为推特当时 以前土耳其政府 曾经要求推特要配合他们 言论封锁 推特当时拒绝了 结果这一次 为什么在优服出现 大家下了这个hashtag 这个标记 叫UFO attack Turkey 不见了 结果一夜之间 全部都消失了 大家都说 谁有这个能力做这种事 到底是谁 把这个贴文都消失 我们明明看到了 三到四组的UFO 在土耳其的空中飞行 但却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你说这个里面很不平静 有三级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宝洁 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又在西班牙 马拉加非英国的Bristol 在路上有一个旅客 坐着坐着想说 等等 老板我们来看这张图 就这个图 对 他就拍下这很夸张画面 你说哪里夸张 云层 这在云层上面 竟然有个人造物 像一根针一样突出来 宝洁当时他所在的空中高度 1500公尺 目前地球上 你记得我们谈公主塔 或者未来的这个 杜拜要盖的塔 可能最高到1公里 这个是1.5公里 那什么有一个塔 可以这么跑出来 而且很多人 他们只勉强讲说 是不是一个 这个在西班牙 对 在西班牙 马拉加非布里斯托 你照接一点就看到了没有 这真的有一个跑车 一个真状物跑车 很多朋友说等等 你是不是这个眼睛看错了 你是不是玻璃上有一道缝 然后刮破了 你以为是这样 他说没有 我只在这个地方拍到 然后我窗户上 再也看不到类似的东西 而且更重要的是 人家说是不是无线电塔 但这个无线电塔 长得很像对不对 它只有233公尺 那不可能就穿破云层 那怎么可能穿破云层 让你坐在飞机 1500公尺的高空 看得到